如药反抗 割杀乌论 这句出现在抗战影视剧中的台词 今天被用到了城管执法当中 浙江嘉兴同乡市清理垃圾广告 在一家药店门口 一名身穿城管制服的执法人员 对一名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训话 玻璃上的一律铲掉 如果你要反抗的话 割杀乌论 现在跟你说一声 马上要到你这儿了 先斩后奏 割杀乌论 先斩后奏 比八个崖路还要狠得狠话 这是城管上门吗 还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觉得有点鬼子进村的味道 我们先不讲不问青红皂白 公益商业 这么一律铲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是否具有法规上的充分必要依据 光这人身威胁的行为方式 铁定涉嫌违法 同样荒唐的是 同乡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回应说 这是第三方公司的人员 它是部分操作有失误 我们责承外包公司对它停止调查 今天我要请教局长两点 一 这是失误 不是违法吗 这是部分操作失误吗 它对方性化有部分正确吗 我想请局长指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 第二 所谓的第三方是个什么鬼 一个甚至一群没有上岗培训和纪律规范的社会人员 分明是法盲 却担当起了执法的重任 他专上这身制服就想制服别人 这身衣服是这么随便派发的吗 这样的第三方是谁派版伪仪重任的 这身制服穿在身上 它不是代表城管执法部门吗 不是代表政府授权的执法行为和形象吗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同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说了 我们则成为外包公司对它停职调查 好 既然停职 那就是承认职务行为 是职务性质的涉嫌违法行为 那么请问应该接受停职调查的 不正好是你和你的领导管理层吗 最后这个问题 我想请更高层面的同乡市官方来回应 因为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涉嫌违法问题 更涉及到浙江的治理水平和治理形象 来抖音急速吧 看视频领现金 看视频 看视频 看视频